深度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冷家华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胃肠肿瘤外科 深度卷 肚子疼得直不起腰 两小时拉了五次 是溃疡性结肠炎吗 该咋办 溃疡性结肠炎该做什么检查 治疗手段有哪些 叮叮叮 本次开往结肠的动车就要出发了 下一站是溃疡性结肠炎脂 查与治 请各位乘客抓紧时间上车 血肠规检查 血肠规检查就是抽个血 看看血细胞的数量 如果检测到白细胞数量高于正常值 说明体内可能有炎症 大便肠规检查 大便肠规检验可以了解消化道有无细菌 病毒及寄生虫感染 还能尽早发现未肠道炎症 如果大便肠规检查 发现白细胞增多 前血阳性 基本可以断定存在肠道炎症 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结肠镜检查 结肠镜检查是结肠炎诊断最重要的检查之一 结肠镜从菊花插入 可检查到直肠 结肠和盲肠 以及与大肠相连的一小段小肠 如果在结肠镜下观察到结肠的粘膜充血 水肿 或出现糜烂 溃疡等情况 说明结肠部位存在炎症 背剂 俗称背餐 一般指硫酸背 是一种造影剂 X线背剂灌肠检查 简单来说就是将背剂注入肠道 在X线下观察背剂在肠道中的分布情况 来判断病变的位置 以及严重程度的一种检查 背剂灌肠后 在X线下 如果发现结肠黏膜存在多发性堪影 或小的充盈缺损 肠管缩短等表现 就有可能是溃疡性结肠炎了 治疗篇 结肠炎的治疗有三招 控制急性发病 减少复发 预防并发症 药物治疗 氨基水阳酸类药物 氨基水阳酸类药物 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常用药物 潜力腺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炎症介质 它能扩张血管 并召集更多的免疫细胞 前往战场杀敌 使炎症进一步加剧 氨基水阳酸类药物 通过抑制潜力腺素的合成 来控制炎症 代表药物有 美沙拉琴 柳淡黄比定等 糖皮质激素 大白在结肠内疯狂战斗 才搞出了溃疡性结肠炎 糖皮质激素 能够让大白安静下来 使炎症得到控制 代表药物有 布蒂耐德 强蒂松 可蒂松等 免疫抑制剂 免疫抑制剂 可以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降低免疫系统的安保等级 免疫系统攻击不那么猛烈了 肠道粘膜也能安全点 溃疡性结肠炎的症状 就能得到缓解 代表药物有 留作票令 甲胺碟令 环包素等 手术治疗 当药物治疗无效 或结肠炎 半发肠出血 肠穿孔 肠梗阻等病发症时 需要手术治疗 结肠切除术 结肠切除术 简单理解 就是将慢性炎症的结肠切除 结肠被切除后 负责形成和存储粪便的功能就没有了 说后 患者容易出现严重的腹泻 甚至会出现盆腔神经损伤 肛门内阔约积损伤 吻合口漏等严重病发症 需要持续进行治疗 回肠造漏术 回肠造漏术 简单理解 就是在腹壁上建立一个切口 将连接小肠和大肠的回肠 从切口拉出 建立一个人造缸 作为粪便的出口 也就是造口 接受了回肠造漏术的患者 需要24小时 佩戴造口袋来注存粪便 给生活和社交带来极大不便 说完治疗 溃疡性结肠炎专题 就要落下帷幕了 深度君完成科普 就此告辞 咱们下个专题见了 关注深度视频 记得点赞加转发哟 救咪